列王记下第十四章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位第二年 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马谢登基做王 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共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约耶旦 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只是不像他的祖先大卫 却是照着他父亲约阿施所行的一切去行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人民仍在秋潭献祭焚香 当国家在他手中稳定以后 他就把那些急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但他们的儿子没有处死 这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 是耶和华的吩咐 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 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 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而死 他在阎谷击杀了一万以东人 又攻取了希拉 然后把他的名字改称为约帖 直到今日 那时亚马歇派使者去见耶路的孙子 约哈施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 来 我们在战场相见吧 以色列王约阿施派人去见犹大王亚马歇说 黎巴嫩的吉里派人去见黎巴嫩的香伯述说 请你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吧 后来有黎巴嫩的野兽经过 就把吉里踩倒了 不错 你打败了一东人 你的心就高傲 你尽管自己夸耀 安坐家中就是了 为什么要惹祸 使你父王 也使犹大跟你一起父王呢 但是亚马歇不听他的话 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 和犹大王亚马歇 在属犹大的博士脉相见 犹大人被以色列人击败 个人逃回自己的家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施 捉住了亚哈谢的孙子 约阿施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歇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拆毁了耶路撒冷一段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两百公尺 又掠去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的宝库里 所有的金子 银子和一切器皿 还有人质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约阿施 其余的事迹和他的英勇事迹 就是与犹大王亚马歇作战的事 不是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阿施 和他的祖先一同长年 他和以色列诸王一样 葬在撒玛利亚 他的儿子耶罗波安 拉吉 就在那里把他杀死了 他们把他的尸首 拖在马背上运回来 葬在耶路撒冷 在大卫的城里 和他的祖先在一起 犹大的众民选立了亚萨利亚 他只有16岁 他们就立他接续他父亲亚马歇作王 亚马歇和他的祖先一同长年以后 亚萨利亚重建了以拉他 并且收归犹大 犹道王约阿施的儿子亚马歇15年 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 在撒玛利亚登基 他作王共41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一切罪 他收复以色列的边境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话 就是借着他的仆人加特西夫人 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十分艰苦 无论是自由的或为奴的都没有了 也没有帮助以色列的 耶和华没有命定要将以色列的名 从天下涂抹 所以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手 拯救他们 耶罗波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 以及他作战时的英勇 怎样收复大马士革和元属犹大的哈马 归以色列 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耶罗波安和他的祖先以色列诸王一同长眠 他的儿子萨加利亚就接续他作王 这位是带来的